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紧张 然后抛球抛上去其实就是看不太到 但是有一点点阳光 加上我自己也有点紧张 全都市大运网球女双金牌战 台湾头号种子吴芳贤梁恩硕 成功拿下金牌 但其实这场决战 面对采取双上网压迫的地主队中国队 一开始台湾选手还放不开手脚 非受迫信失误偏高 连跳舞局 索性无路可退的盘末 两人放手一搏 吴芳贤找回往前截级手感 测动灵活战术运用 搭配梁恩硕底线强收压制 两名女将一口气倒赶七局 抢杀手盘 因为0比5的时候我就跟芳贤说 就是我们应该至少要破弹吧 应该不要被6比0吧 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拿了第一局 然后状态就慢慢稍微起来 然后一局一局慢慢追 抛开紧张压力 吴芳贤和梁恩硕继续趁胜追击 第三局率先突破取得领先 尽管第八局失守 被对手追成4比4 但关键第九局再下一程 帮中华队赢得队时第七面 网球女双金牌 不止女双夺金 网球男双组合 徐玉修 黄祖豪是这次头号种子 手轮轮空 以三连胜一盘未失之姿 闯进决赛迎战杰克组合 两盘都以6比3拿下 直落二赢得比赛 也为中华队拿下本届第六面金牌 中华队网球男女双 桑继夺金成为本届世大运 台湾最大金库 混双决赛 徐兄将和吴芳前 新手继续寻求金牌荣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